抽水機還在不停運作 從地下室排出積水 高雄三民區的日安社區 地下室終於有所進展 B1在今天上午抽乾了 B1剛抽完了是不是 對啊 自己的車是停在 一樓跟三樓 一樓都看到了 三樓的還看不到 希望27號中午就能把地下室水全部抽完 因為這水一天不抽乾 住戶就無電可用 天竟還有兩天就要上班了 讓住戶們心急如焚 日安社區的抽水進度 從25號的B1到B3 全部被雨水灌滿 800輛七機車慘遭滅頂 隔天出動了大批的抽水機 也只看到B1水位稍稍下降 直到第三天上午 B1的水才抽乾 但B2跟B3 還有四五百輛七機車泡在水中 而不只日安社區 周邊大風一路的社區地下室 也同樣泡水 那麼昨天其實財電人員就已經把地下一樓的這個電表全部拆除 那麼現在地下一樓的狀況是 積煙水已經全部抽完 現在正要進行地下二樓的抽水 基本上現在大樓是缺水缺電的狀態 禮拜一我們其實蠻多住戶現在都已經往外面先住宿或旅館這些居住 所以可能勢必會受到一點影響 要搶在上半日恢復供電 北部縣市也調來抽水機支援 目前高雄市區的大樓地下室淹水水 水利局投入了87部各式抽水機 而中央單位國軍以及其他縣市支援 將會有128部的中大型抽水機投入 希望加快復原腳步 TVN新聞 劉宜峻 楊佩宇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